聽說是狂一億的現金 是哪一家 呃 我覺得 跟事實有一點是距離吧 林志穎不認上億現金買車 Kimi耶達很平民 老男生林志穎投資有道 外傳他這些年狂勞實意 曾提一億現金買法拉利 我覺得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怎麼可能還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事實發生 現在這個世界 如果你不看新聞 我想你就跟事實脫解 對不起 從來變了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如果你不看新聞 你就會跟這個世界脫解 但是你如果看了新聞 你可能會跟事實脫解 沒啦 還是來關心史詩題好了 Kimi很聰明 她說說同學說聖誕老公公 都是爸爸媽媽辦的 我說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是爸爸媽媽辦的 你看我小時候看聖誕老公公 偷偷的這樣看 她說 那我們裝個攝影機 來錄他好不好 為了這件事 去年 如果你們可以去翻去年FB 我還特別去買聖誕老公公的衣服 穿了大概五件羽絨服在裡面 然後我把自己撐得很胖 綁在那邊 然後還在那邊拍 還恩基好幾次 叫我老公在那邊拍 然後還從窗戶 走到陽台 然後卡裝拿手電筒 然後散光 散光完慢慢的學 慢慢一步一步走進去 然後拿起來這樣看 這樣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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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老二老三道比較簡單 健身的話 老二他就希望能夠有一台遙控車 但是要求是可以騙起的 老三他就幫他準備了一個 ABC的這個玩具的電腦 那他可以按按按按著聲音 對數據跟英文是相當喜歡的 你都算了九種一台七 對 不很感動啦 從來都沒有想說別人送了我什麼東西 我都是在想說 我想要給人家什麼樣的驚喜 我都沒有送過你什麼浪漫點的地方 呃...沒有耶 還沒有想到 一般都是 他說你想要什麼自己去買 啊...